又到咕咕家了 每天晚上必来的地方 就是找家的感觉 但是咕咕家就跟自己家一样 今天有点想抓饭 妈妈那种 街巷的抓饭不好吃 有家回不去 街巷就是家呀 想妈妈了 肯定想呀 米娜想妈妈了 不想我光想妈妈了 真的没有 想吃妈妈抓饭吗 想吃做你妈妈吃抓饭 我给你做不行吗 没有 我不是你做的 我做比你妈妈更像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不相信妈妈了 多多做个炸饭 来 我给你切 我再给你干活 你帮我做抓饭 好吧 今天混吃混喝的比起甜 我是做抓饭 有多多一个 有多多的 把肉给它砸心 肉太熟了吧 也就在你这种碰上 别说碰上了 这也不算碰吧 指甲 抓饭我给你看 抓饭一定要黄萝卜多一点 看 黄萝卜 我们新疆特有的黄萝卜 红萝卜应该哪都有啊 这样配起来抓饭 黄红 再加上肉的黑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正宗的抓饭吗 不要被这个油吓到 这个油后面 它就慢慢我们就会避出来了 春节不想家的感觉 我应该把我这几个姑姑 在每个城市放到一个队呢 哈哈哈哈 你现在吃到那去把我带上去吧 把你们都安排到各个地方 各个城市了 然后去哪都可以了 好多公司朋友在家里面 锅那个米放了 那个锅不够吗 把电饭包是最省事的方式啊 也不害怕糊液 也不害怕粘锅 谁呢 就是淹过这个大米就行了 啊 电饭包抓饭出了 最爽的鸡蛋 鸡肉 放开肉 我们这样子吃 啥时候一叫 一叫 肚子饱着孩子不想家呀 不想家